根据了解媒体所拍到的这个孩子可能是哥伦比亚的原住民 他拿起腐烂的香蕉就往嘴巴里送 这一座垃圾场是很多人生计的来源 哥伦比亚的原住民家庭有70%营养不良 每天的收入只有台币57块钱 好 再来关心各种的风灾的状况 先来看的是美洲 墨西哥这是纳尔达风暴 沿着墨西哥一路北上造成了狂风暴雨河水暴涨 已经有两个人被大水冲走 透过画面我们带您来